老船長 你告訴我們 應該說你恐嚇我們 你說反彈 一定記得要逃命 沒有錯 這個話是我講的 話講出來 導播地燈打開來一下 因為有人說 我這個上節目臉黑黑的 對不對 已經跟導播說要開地燈了 他還是不開 分明是故意的 好啦 現在打開來了 各位有沒有覺得 一副榮光煥發的樣子 什麼 回光返照亂來 我講的話 人家說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 有的是收不回來的 而且我們這個 有DVD為證的 開什麼玩笑 沒有錯 我說反彈 你一定要站在賣方 要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 我講的 但是我還講了一句話 各位忘記了 我說什麼 我說你們一定不會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 今天台北股市漲了137點 但是 BUT But 成交量 連700億都不到 只有691億 各位觀眾 上漲沒有量 100% 100% 幹什麼 空投市場 反彈無量 但是各位願不願意聽 還不願意 你的老師 把眼睛遮起來 在解盤 整眼說 瞎話 是不是 說這個地方怎麼樣 哇 大多頭要展開了 今天台北股市漲137點 各位觀眾 你解套了沒 我就問一句就好 就一句 農解套了沒 還沒 所以你沒有感覺 對不對 電視機裡面 那個人在那邊大放鬆 哇 這個盤啊 漲137點 然後拿什麼股票出來 表演給你看 拿出來表演的那些股票 你仔細喔 進去看K線喔 是在地下室啊 然後他說他買在最低一點 這 我跟你講這不會改變的 各位了解意思嗎 喔 不相信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今天喔 我也不要跟你看什麼日線 我們來看月線 這個是喔 台北股市注意看喔 來跟我一起唸 YA月 四升月 台北股市的月線 每一根K棒啊 就是一個月喔 叫月線 請問一下 現在在這裡啊 請問一下喔 接下來 是要往上走比較像呢 因為月線是一個趨勢嘛 這一段時間的趨勢 是請問是往上呢 還是往下 老船長 你講的啊 下好離手 亂來 no more bets 這個是往下嘛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睜眼說瞎話 說這個是多頭市場 奇怪了 多頭市場在哪裡呢 應該在這裡啊 這裡叫做多頭市場啊 啊這裡走了兩三年啊 各位觀眾 這一根K棒啊 是一個月 這邊走了兩三年的多頭啊 這個多頭走完了 聽得懂嗎 走完了 開始走空頭嘛 對不對 空頭這邊有沒有反彈過 有啊 這根紅K啊 反彈一堆人跳進去 全部套牢啊 現在怎麼樣 哇有一個下影線 以為怎麼樣 底部在這邊啊 完全錯誤啊 會破怎麼樣 前低啊 換句話說 這個下影線啊 你注意看喔 啊 會先跌破 然後呢 這個也會跌破 因為這個趨勢 我講趨勢 你知道頭顧老師最厲害 就是怎麼樣 東扯西扯啊 比如他想要講多的時候 他就拿多的例子來怎麼樣 來糊弄你啊 我今天最公平 我們拿大盤來講 大盤最準吧 你拿個股 廢話 崩盤的時候 也有股票漲停板啊 對不對 問題是漲停板那一支 你手上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客觀一點 我們把大盤最大的這一檔 拿來分析 最客觀 但是有沒有人像老船長這樣 把月K來分析給各位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啊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像照妖鏡嘛 國王的新衣嘛 是不是 你看 這個趨勢就是做空嘛 就是看空嘛 就是站在賣方 隨便讓你選嘛 怎麼可能 每天打開電視 還在講多 你從這邊開始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 七個月啊 到第八個月了 老船長下節目七個多月了 他們都在講多啊 從一萬多點 欸 講到七千多點 今天漲了一百三十七點 告訴你怎麼樣 哇 要怎麼樣 大漲特漲 結果成交量看一下 六百九十一億啊 我不要講別的 我上節目第一天我講什麼 我七個多月休息了 我講第一檔三六五八 這漢維科啊 很機優吧 漲到兩千多塊 機不機優 好機優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漢維科 你現在看月線 你有沒有嚇死啊 這個是長空 還是長多啊 你跟我講嘛 這邊是多頭 漲到兩千多 漲完了 走空嘛 那萬一回到這來 老船長 你不要講鬼故事啊 萬一回到這來呢 沒有什麼萬一啦 我告訴你就是會 接下來我說過 五月二十號以後 才會開始要談服貌跟貨貌啊 那就是下半年才要開始談 會不會過 我直接告訴你 我預告 我預測 隨便你啊 就是不會過啊 服貌貨貌 不是像各位想的那麼簡單啊 它裡面有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你們懂不懂意思啊 雖然服貌跟貨貌是民生議題啊 但是牽扯到對岸 啊 中國大陸 牽扯到對岸 就會有政治性的怎麼樣 議題也好啊 這個啊 立場也罷啊 沒有那麼容易啊 那如果服貌貨貌 今年都不過的話 啊 經濟成長率啊 要保一點多啊 笑死人啊 你有沒有看過是富的啊 啊 現在什麼院什麼院又講說什麼 他們預測啊 GDP會多少 我從來不相信那些單位 那些單位啊 一直在往下調 根本是鬼扯淡 我射飛鏢搞不好都比他準啊 不要去相信他們的預測 因為就以前來看 他們的預測是怎麼樣 一塌糊塗啊 錯的離譜啊 一直下修 只要出來不對就下修 我還要你這個院幹什麼 我還要叫你來預測幹什麼 對不對 根本沒有怎麼樣參考性 所以啊 台灣呢 我說過台灣呢 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地方 中華民國也是一個很 特殊的一個怎麼樣 可以說是國家啦 這就是就事論事嘛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啊 會跟對面怎麼樣 糾纏不清嘛 要服貌要貨貌 哇國內有反對聲浪啊 反對的這一批人現在來執政啊 那你說對岸會怎麼想 你們以前就反對的嘛 那你現在要跟我談判 要叫我過 你們覺得有沒有可能嘛 最起碼今年嘛 有沒有可能嘛 那如果不可能 現在台北股市 我剛才已經給各位看過了 啊 這長空格局啊 對不對 你如果打開電視 還聽到一堆人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是要做多 那不是睜眼說瞎話是什麼 這個是加權耶 大盤耶 這月K月K看什麼 看趨勢耶 趨勢這個叫做空投 這個叫多投 Your teacher搞不清楚狀況 從一萬多點一路喊多 喊到現在還在喊多啊 我下節目去年5月31號 我就跟各位講 至少要先跌一千多點 我下節目來我們來倒數啊 1234567 我下節目開始連續跌了一千多點 有沒有準 有沒有給他準 有呢老船長 好 接下來 我剛才已經給各位看到 這很恐怖喔 我跟你講這個恐怖 這個非常恐怖的鬼故事啊 這是漢維科啊 你以為這是什麼 這是漢維科啊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喔 嚴凱泰的公司啊 1417啊 家喻西服啊 你看到沒有 這個公司啊 你現在如果突然間 人家跟你講喔 家喻西服剩4塊多 你信不信啊 你會嚇一跳啊 家喻西服剩4塊多啊 之前喔 那個中環萊德有沒有 4塊多 有人說好便宜啊 還有人在非凡有沒有 每天叫人家買萊德欸 各位記不記得 萊德4塊多 有人在非凡說好便宜啊 現在多少 啊 2塊多啊 4塊多 腰斬就是2塊多啊 有沒有很恐怖 你看萊德很便宜 人家跟你說很便宜 你1000萬買下去 現在剩500萬啊 這代表什麼 代表台北股市 它已經早就進入 藏空的格局啊 有些股票 它不是不跌 時候沒有到而已 後面它可能跌得更兇啊 因為為什麼 叫做補跌啊 唯一像那種台積電世界級的好公司啊 台積電啊 這種世界級的好公司 它還可以撐在這個地方 但是它在做頭 你看到沒有 大部分的股票已經來到這裡了 台積電還在這個地方 那麼台積電它在做頭 它很GEO沒有錯 但是如果台北股市的趨勢就是長空的話 我告訴各位台積電一樣也會下來 台積電一樣下來的時候 前波低點 什麼7200多 你覺得會不會破啊 下半段回來 你也不要自暴自棄 各位還是有最後一絲希望的 所以你千萬千萬不要轉台 導播進廣告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恐怖 當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2389-8689 我剛才在上半段節目 要結束的時候 我說台積電 它是非常好的公司 所以它現在撐在頭部的位置 有人就說台積電 撐在頭部的位置 可是他們認為台積電不會跌 不會下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過去台積電怎麼跌的 來 這台積電一樣月線 我把它縮成小一點 你看看台積電怎麼跌的 從200多跌到多少 剩下幾十塊 40塊 台積電會不會跌 各位觀眾 台積電會不會跌 現在台積電在這邊 台積電會不會跌 所以我不是在講鬼故事 我在講真實的故事 台北股市現在是長空的格局 我再講一次 You are a teacher 不要在那邊騙人 做多 做多 叫人家做多 那個深不見底 現在是因為台積電還沒有跌 但是有很多G.O.的股票 已經怎麼樣 9914 各位 美麗達G.O. 好G.O. 一樣死 美麗達很G.O. 9921的什麼 傑安特巨大G.O. 這是空頭還多頭 這月K.O. 請問這是空頭還是多頭 3658 再給你看一次 漢維科 我給你看股王好不好 大立光 大立光空頭還多頭 老船長 會不會跌到這裡 會啊 台積電如果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它會帶動指數 那個時候恐慌的氣氛就會達到最高點 然後很多股票會怎麼樣 連續性的跌停板 你賣都賣不掉 你用融資買的全部都給我斷頭 我話講在前面 台北股市現在有很多的股票 一天成交量不到10張 你們還在操作這樣的股票 完蛋了 老船長你剛剛有講 有什麼一絲的希望 當然有 來注意聽 美國 歐洲 台灣的股票市場 都跌了20幾%而已 中國大陸跌了40幾% 所以比較起來 中國大陸的股票 是相對安全的 他們的股市是相對低檔的 老船長你講就講 你說了算是不是 我一樣給各位看月K.來 00633 你在家裡面自己按電腦 00633L 是什麼 來上正2X 你看看 是不是已經跌完了 跌到相對的怎麼樣 起漲區 看到沒有 台北股市的位階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 中國大陸跌40幾%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它相對安全 那如果說 你說老船長 我又管中國股市幹嘛 我又不買中國大陸的股票 我又沒有去大陸開戶 我當然都知道 但是 為什麼我要強調 00633L 代號 上正2X 因為你注意看 上正2X 它今天的成交量 來 81153張 上個禮拜五 12萬多張 成交量大 代表是多頭還是空頭 多頭 把月K叫出來看 在底部還是腰部還是頭部 在底部 你現在去做那個成交量 10張以內的 只剩下你在玩 中時大戶早就已經離開台北股市 我認識的都離開了 不做了 你叫一個有錢的 住在地堡的 好不好 他買股票一次買一張 兩三萬塊錢 神經病 人家會做嗎 人家要一出手 可能是幾千萬 甚至幾億 台北股市已經沒有股票 可以怎麼樣 讓他們這樣子玩了 聽得懂嗎 當中時大戶都離開的時候 剩下散戶自己在玩的時候 所以今天漲了137點 還是沒有成交量 但是很多老師告訴大家 機會來了 我是用行動告訴你 而且省準跌了一千多點 這個地方反彈 我說你要站在賣方 結果有沒有反彈 有 表示我連反彈我都知道 很正常 空頭市場本來就有反彈 但是反彈你會不會逃命 我也預告 各位不會逃命的 各位不會相信我 那你硬要做多的人 你注意 台股接下來怎麼跌 你會發現奇怪 上陣2S還是會紅 因為中國大陸 它在底部 那大陸股市的漲跌 我們台灣這邊 你不用到那邊去開戶做股票 你買00633L代號的上陣2X 看到沒有 上陣2X 我們姑且說它是一個ETF 你把它看作一檔股票 whatever不重要沒有關係 總之你要操作上陣2X 你要買1000張 你要買1萬張 你都好盡好出 因為人 最後台北股市的人氣 其實是匯集在上陣2X 但是台面上我說過 所有的分析師 只有我 最清楚中國大陸股市 因為在過去7個多月 老船長鑽研中國大陸股票市場 還不夠啊 我還走了一趟中國大陸 很多話我就點到這邊為止 至於我對中國大陸股市 有沒有非常精采 非常了解 可以教各位 那你注意 星期五1月29號 禮拜天1月31號 因為會爆滿 所以我提前告訴你 你要趕快打電話來搶位置 因為台面上只有我 可以一次喔 就把你怎麼樣 從不會 從對中國大陸股市 完全不懂 它有非常多的板塊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只有我可以一次交會給你 那我交會給你之後 你自己怎麼樣 會看之後 你才會去抓上陣2X的走勢 現在很多人在玩上陣2X 欸 在那邊瞎子摸像 來看這邊 哇 今天尾盤還殺下來 事實上 中國大陸今天是收紅的 對不對 上陣2X 不要再瞎子摸像 這一二十萬張的人 你們如果現在看到我的節目 你有在操作上陣2X 或是你終於醒過來 你不要再去玩台股的股票 那都沒有成交量 是中長空的格局 未來斷頭跌停的時候 賣都賣不掉的時候 你要做多 你最後的希望是怎麼樣 買上陣2X 老船長 那你的意思是說 台股在崩跌的時候 上陣2X搞不好會漲 沒有錯 我告訴你 就是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但是你不能夠亂玩 所以老船長 我們中國大陸股市 也不知道怎麼做 也沒有接觸 也完全不了解 我們很希望了解 我們很想要學 沒有人要教我們 機會來了 你今天看到我的節目 如果 因為這個禮拜六要開盤了 你注意要上班了 股票市場有開盤了 所以這個禮拜五晚上 還有這個禮拜天 高雄跟台中 他這邊漏打了一個 高雄跟台中 注意 台中的朋友也要注意 也有 妹妹漏打回去 我再K她 台北 台中高雄 我這一次第一次出來的北中南 我不是演講會 我是教學 教學 無價的 只要收費實在很貴 你也 你交了錢也不知道跟誰學 對不對 只有這一次機會 我不收你一毛錢 我一次把你交會 你就會知道 未來你要做多 還是有希望的 你做上陣2S 好進好出 一樣可以讓你賺到大錢 你不要小看 但是我先講 醜話講在前面 如果你沒有搶到座位 到時候 時間一到 你要來 很抱歉 你準備好了嗎 五 今天是禮拜一 開始搶座位 朱曉明把位子安排好 絕對不能夠超過 開始撥打 本同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討論